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U20亚洲杯的比赛情况 那中国队已经是结束完此次U20亚洲杯的比赛 我们最终是在八进四的比赛当中 加十赛被韩国队连进两球1比3最终遗憾的与世青赛的资格实时交比 当然中国队的表现已经是超出了人们的预期 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优秀的表现吧 似乎又给了球迷一种不太切合实际的期待 比如说不少的球迷都在说像埃菲尔丁 会不会受到欧洲球团的青睐去登陆五大联赛呢 首先在这里大家要搞清楚一点 这届U20亚洲杯的比赛 不要说中国队不可能有球员登陆世界上最顶级的五大联赛 就是整个比赛全部打完 表现最好的那一两个球员都未必能受到欧洲联赛的青睐 因为亚洲最顶级的20岁以下的运动员 全部都在欧洲的联赛里边效力 或者说是在一些青年队效力 根本就没有被征召回来去打这个比赛 这个比赛的比赛时间是在欧洲联赛的进行的时间 所以说顶级的U20球员根本没有来 而来的说实话都是一些欧洲联赛根本看不上的球员 整届比赛里边尚且找不到一到两个 能够登陆五大联赛的 你更何况中国队呢 当然此前有一段消息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 就是李浩得到了马德里竞技官方的确认 将会加盟这支西甲豪门 目前来看马德里竞技其实并没有给出官方的信息 而且即便真的是签约李浩 那么在这届比赛结束之后 李浩也不可能登陆马德里竞技一线队和二线队 就是所谓的在打西甲联赛的那支成年队 以及马德里竞技B队 它是可以替西班牙足球以继联赛的 最多最多能够加盟马进的U21青年队 去替一些青年队的比赛和非职业的地区联赛 所以说这个就又让大家蒙上了一层阴影 因为李浩的表现非常非常出色 那很多人都觉得他好像都能在欧洲五大联赛踢球了 这根本就是在扯淡 这就是对足球缺乏基本的认知 亚洲球员在五大联赛里踢球的 已经是相对比较少了 扣除日韩几乎可以说是凤毛领角 而亚洲所有的球员里边 门将又是一个最不受欧洲球队待见的 在欧洲联赛几十年的历史之上 只有一位亚洲门将曾经在欧洲的顶级联赛 也就是所说的五大联赛里边踢上过球 当然这里边不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就是国足在施余赛四十强赛里面面对菲律宾的时候 他的主力门将叫埃斯林顿 曾经在英超联赛踢过球 这是一个主力真正踢过五大联赛的 这么多年的历史上 几十年的历史上 就只有这么一个人在欧洲联赛踢上过球 你像李浩还是一个U20 在中国国家对他都不是主力门将 他怎么去踢五大联赛呢 那现在来看的话 马进的二队门将名单也已经曝光 他们的二队就是B队的一号门将是 哥米斯 二号门将一托尔贝 三号门将是罗德里格斯 这名群员拥有西班牙和委内瑞拉的双重国际 三个门将的实力都非常不错 也就意味着 马进 B队也没有名额给到 这个李浩 所以说李浩即便这个时候 真的能够去到马德里竞技队 也只能从业余的比赛或者说是地区联赛打起 那这个要不要去真的是要好好考虑一下了 如果你踢不上职业联赛 而且已经20岁了 我们讲你要想把青年球员送到欧洲这种高水平的联赛里面去锻炼 16期甚至13期就要往外送 日本韩国就是这么做的 如果20岁还在去踢青年队 还在去踢这种地区联赛的话 基本上已经认定你这个球员不可能在欧洲体系里面去踢上职业比赛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倒不如回到中国或者说是日本和韩国的联赛去踢球 起码你能踢上职业队 职业比赛和地区联赛以及青年队的比赛 它的成长速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单纯的接受我们所谓的这种欧洲体系的训练 而不去踢职业比赛的话 对你的成长根本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这一点例子从当年马静弊队回来的许昕就能够可见一般 当年许昕就是没有踢过职业比赛 也在马静待了很多年 但是现在回来踢中超都有点费劲 所以说李浩现在的旅欧前景 其实并不像大家想的这么乐观 五大联赛是不用想了 能不能踢上职业比赛 都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这种欧洲体系的训练